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十年前经由美国的家庭收养离开中国 因为无法跟人进行正常的交流 一直在学习计算机专业 五年前 陈哲以心理博士的身份 被曲蕊的养父邀请对曲蕊进行心理疏导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陈哲便有幸将曲蕊收编到教化场 因为这个曲蕊啊 常年有这个难以抑制的精神焦虑 所以他必须常年服用一种美产的杜洛西丁 你们在现场发现的这个僵尸 我们做了分析 尸体整个呈现有内然的特征 就是说这个死者先是喝了汽油 最后他点着了自己 因为死化严重 我们很难去住有什么价值的线索 只能做不容解分析 不过我们在尸体的骨头中 发现了大量的残存的任务西丁 由此我们能够断定这个死者就是曲蕊 也就是说 自己先生陈哲 Q小姐曲蕊 陈先生 探击 跟校画厂的多人犯罪案 现在 可以结束了 好 好 大家辛苦了 教会场的案子终于是水落石出了 我们也能给老邢 还有邢呢 大壮 还有阿宅 给他们一个交代了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 抓捕陈泽 但今天三会以后呢 我给大家放个假 想干什么事情还没干什么事情的 这两天都把它解决了 谢谢队长 有一点不能关机 还一直没有好好来得及谢谢你 冒着生命危险救我 其实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 谢谢你帮我办东西 谢谢你及时抓住了山哲 接下来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打算重新再好好研究一遍心理剧 争取能够找出治疗PTSD的方法 你呢 我 你也看到了 我马上就会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心理诊所 不要用我自己的方式 传播善良 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去你那里做咨询吧 调一下 好 怎么了 没事 夕阳挺美的 前面 快到了 对了 上次在沙市场把你的银子弄丢了 我买了个新的 这次我的品位怎么样 要进步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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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 谁呢 所有人都想要给你 也不离开我 你如果但是不是我 好 不是吗 以前我们每次见面 你总是着急去见你的病人 我觉得 他们很重要 你要是给我咨询费 我也可以都跟你在一起啊 那我现在 可以咨询你一个问题吗 一百 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 是我一个病人 那他有什么心理问题 需要你的帮助呢 羞耻 是羞耻 他认为每天都光着身子 暴露在别人面前 他害怕毛绒玩具 以及一切毛绒的物品 这个好看吗 我亲手做的 挂这儿吧 取水 是江华诚的成员 你知道吗 他拥高 为什么突然间跟我说这些 我知道啊 许蚁是交话厂 而且他已经自杀了 还有陈哲 我从来都不知道 他在心理诊所下面 还有一个地下室 杨宇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春哲修了地下室的 春哲跟我说过 三次来警察 我只说送了一个点 我现在终于想一脉了 春哲并没有通过间接催眠 来完成杀人 而催眠两次好的 是教华诚 第二个催眠室 那天 唐优查到了黑客的定位 韩队 他就在第一专队心理诊所 我们在陈哲的地下室里面 发现了黑客的尸体 从现场的资料来看 一场大火烧死的并不只是屈蕊 还烧出了一个 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的细节 你做出的无名词 你做出的无名词 发生过锻炼 意外 通过意外 无名词锻炼的人很多 但是 在追捕陈哲的计划之中 亲尽全力帮助我们的人 却只有一格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在那一场行动中 唐优已经掌握了黑客的大人数据 只要交化厂再执行一次教华 黑客再上线一次 我们便可以揪出教华厂的老仇 为了让教华厂认为 自己的下一次教华是安全的 我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所以陈哲 安心地开始对我进行教华 就在他们线上联系时 唐优便很容易地 攻破了他们的系统 那一次 黑客没有发挥出他平时的能力 我怀疑他的风水 故意让我们抓住陈哲 搞定 知道我们抓捕计划的人里面 除了警察系统 除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梁思涵 除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梁思涵 剩下的 就只有你了 我一直不明白 拜拜 为什么叫画长会抢在警方之前 先已不知道梁思涵的位置 并且将梁思涵跑走 方默 如果你是黑客的话 那一切都清楚了 我 不敢去想 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的脑子始终无法停止下来 祝福 杨蕊 我希望我刚才所说的都是错的 都是我的意思 我希望你告诉我 我是错的 好 这差一点点 想想 想想 这就是我的命吧 为什么 老母 这是我认识你以来 你第一次牵起我的手 这次让我觉得无比幸福的牵手 更没有给我带来真正的幸福 却带来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 我永远也无法走出那个深渊了 曲蕊 是你用来的替死鬼 对吗 不 我 我就是曲蕊 没错 曲蕊身上发生的事 就是我身上发生的事 我相信你已经听到无数遍了 不想不自杀 可是我选择了一个没有骨气的做法 我只想的是个手指 但是我自杀未遂之后 我突然想明白了 我不能就这样死掉 我要活着 所以我就去整了容 改了名字叫杨云 我以为 我可以以新的容貌 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了 可是池蕊 她总是回到我的生活中 在照镜子的时候 在夜深人间的时候 在我在天使堂 看见你的时候 我不愿意看见那个人 曲蕊 她总是回到我的生活中 她要控制我 她在纠缠我 一开始我只能看见一团影子 后来 我能听到她的声音 再后来 我可以开始一段对话 你知道吗 在我用锤子敲碎身 宝强脑袋的那一瞬间 我要感觉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勇敢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值得我去害怕了 居然你杀人了 你知道吗 你杀人了 我们杀人了 你知道吗 但是她不死 我怎么活得了 我们怎么活得了 真正的方法是错的 那样根本是遇不了心理灼伤 是吗 那我怎么感觉现在自己这么的 无比惬意 你的脸色 你很红润不是吗 我不允许你在生我的身体 我觉得 老德 我不能让屈蕊再这样下去 我要摧毁屈蕊 摧毁江华厂 那时 你找到了我 你问我 愿不可以参加装承蕊的计划 我想 有 机会来了 如果你是屈蕊的话 那乘车地下室 那具教师是谁 是周国卿 自从 佳话场案件发生以后 周国卿一直在跟踪传者 那天半夜 我在地下室的门口 创见了他 许人 不 杨元 自从你跟方木在一起 你没有发现自己的恐惧好多了吗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的眼睛 你愿意直视着他 这 就是你崭新人生的开始啊 佳话场 是陈哲欺骗了你 你没有错 你不能跟着他陪葬 那 就让我 替你做点什么吧 他希望你能从陈哲的手中 从佳话场里摆脱出来 他希望你忘记过去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因此 他在陈哲那里 替换了你的资料 教话场的资料 亏了在这铁箱子里 要不就烧了 并且吞服了大量的杜洛西地 让自己 成为了菊蕊 成为了菊蕊 希望你能好起来 我也希望我能好起来 可是我太贪心了 我不应该在我 规划的美好生活中 有你的出现 我不应该买这些东西 他们不会给我带来新的生活 能不能嘲笑 嘲笑我 嘲笑我 在嘲笑我 杨宇 你不要这样 杨宇 我是菊蕊 你以为我们已经好了吗 不 我一直在你的身体里 拥抱沉沉 摧毁沉沉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我们好不了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治愈我们了 这个世界 把我们抛弃了 杨宇 从十年前开始 我们就已经成为了斯基纳箱子里的小白鼠 当我们成功地换上了PTSD之后 也就证明了斯基纳盒子的成功 而作为实验体的我们是否还能存活 根本没有人在意 每年实验室中除了报导那些成功的材料之外 还有成千上万的白鼠尸体 而我们 就是其中一种支持 交易 混乱 越是想回避 越是想忘记 回忆反而就会更加强烈 你 放牧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根本就无法出现 来 救命啊 救命啊 能够治愈PTSD的方法只有一个 帮你 拜托这个世界 妖语 居蕊 相信我 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刻意 治愈你们的方式 你拿什么东西来治愈我们 否则 鬼 墙 你知道吗 关于你 我们熟语 麻烦 我知道 行李鲸 去北陈车那一套的 真正的行李鲸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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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现在是 一九九八年 十二月三日 十八点 零一分 零一秒 零二秒 零三秒 心理剧 第一阶段 虚实 开始 那天的天空上 虽然有觊觎 但是太阳很大 风从今天的镜头吹过来 很舒服 你可以感觉到 他穿过裙子 吹在你的腿上和手臂上 还带来了 冰淇淋的笑容 心理剧第一阶段 虚实 是 PTSD患者 会持续地重新经历创伤 不断地降低对生活的期望 直到最后 被心中的恶魔所俘虏 放弃生命 虚实是为了斩断 这到轮回的起点 让患者自发地回到过去 开始面对伤痛 真等的 灭烈恶魔 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所以你预计到自己会度过一个欠临的下午 在商场门口 那里有一个穿着玩具熊衣服的人 正在派发传单 他看到了 现在是1998年12月3日 十八点十五分 一秒 两秒 三秒 第二阶段 重新演出 开始 心理剧第二阶段 重新演出 就像抗肚薛青的本质上 是一种蛇毒做成的毒药 重新演出的本质 也是一副针对创伤阴影的毒药 它让患者重新经历创伤事件 相信地说出记忆和感知 用行动来展现任何无法诉读言辞的状况 因为患者已经经历过伤痛 所以此时的毒药就相当于野药 毒药和野药完成彼此之间的功夫 拿过来了 拿过来了 他只是一只不偶 一直被人操控的不偶 他本身没有错 错的是操控他的沉哲的灵魂 没有人想伤害你 没有人想看见你悲伤 我求求你别这样 我不想要回到过去 我不想要回到原来那种生活 我不想要在别人一样的眼光生活着 他们会议论我 会嘲笑我 他们会在梦里梦到我 求求你 我不想这样啊 你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他们眼中 你只是那一刻的笑话 那一刻的意义 你只是那一个 但是 你看看你自己的内心 它充满了耻辱 充满了对那些围观者的恨 在你心里 那些恨都是永恨的 那些恨都是永恨的 你看他们 要比他们看你看得清楚 你记住他们 要比他们记住你记得长久 不是他们不放过你 而是你自己不放过自己 不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心理剧治疗第三阶段 宣泄 开始 心理剧第三阶段 宣泄 如同用高压锅煮水 如果长时间的密封 水蒸汽会越聚越多 最终会因发爆炸 对于那些 有着如同高压锅内 蒸汽般情绪的PTSD患者们 它需要一个 在当时特定情景下 揭开盖子 完成宣泄 成为崭新的人格 好不容易再从深渊里爬出来 好不容易再开始 面对新的生活 为什么要让我面对这一切 为什么 杨宇 你并没有真正的好起来 你只是把过去的记忆封锁在了茨基纳的盒子里 为了和过去告别 你在潜意识里创造了屈蕊 它就是你分裂的根源 它就是你真正痛苦的深渊 你闭嘴 屈蕊 如果你始终觉得那只熊很可怕 那我们现在就消灭它 心里遇最终阶段 一试 从古希腊时候起 当人们遭受到地震 海啸灯 上天的惩罚的时候 他们就会用一种古老的钥匙打开祭坛 人们在祭坛上挨倒完成心灵的救赎 但是 鄙人穷尽毕生之力 也没有找到最终能够治愈PTSD的那把钥匙在内 我前半生已铸成大错 只盼后人寻找到心里遇的最终结局 到底应该是什么 如果有人找到了 请务必告诉我 我必将在九泉之下 感激不尽 作曲 李宗盛 我要挖那飞 越过前面雨的勇人的口水 我要挖那飞 来把我已经做好准备 我要挖那飞 越过前面雨的勇人的口水 越过前面雨的勇人的口水 我要挖那飞 来把我已离开地球表面 来把我已离开地球表面 不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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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飞 也抬快的地球表面 我挖那飞 吧 佛 conso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醒了 还好吗 挺好的 谢谢你 好好养病 我先走了 对了 送你的礼物 你要记得我 我会记得你的 走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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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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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教教我呗 行了吧 玩玩得了 你知道现在越野多难吗 这监狱外面有大片的那个 隔离缓冲区 我告诉你 三分钟用不了就被发现 没地儿跑 行了行了 让你费劲了 来来来 解开 行行行 妈妈疼错了 滴泪慢慢流 慢慢熟 慢慢变成了朋友 寂寞的夜 独自失守 让柯来挑挑你吧 不能救 不能救 回来 快回来哦